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店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用爱拯救一切的电影《深渊》 本片由卡梅隆指导 上映于1989年 虽然当时因诸多因素备受冷落 但今天看来依然不失为卡梅隆的又一科幻经典 故事的开始 美国核潜艇蒙塔纳号在航行中监测到一个不明物体 该物体拥有世上不可能存在的高速 它让核潜艇上的设备突然失灵 但不久后又恢复正常 就在指挥官和士兵感到吃惊时 潜艇撞上了海底断崖 随后便沉没于无底深渊 海军军方收到核潜艇最后发出的求救信号后 立刻派直升飞机来到出世海域附近 军方和石油公司高管协商以高酬劳 让高压潜水钻台深海知心号的人员配合军方营救核潜艇 随后 军方派出由科飞上尉率领的救援队 和自愿前往的石油公司工程师林赛一起来到水下钻台 林赛是钻台工头巴德的妻子 但两人最近在闹离婚 一见面就吵架 但巴德依然舍不得摘下手上的戒指 林赛驾驶工程潜艇寻找失事的核潜艇 找到后 由上尉和巴德带领各自的人员进入核潜艇 搜寻幸存者 舱内到处飘着的尸体 让潜水员贾墨感到十分不适 巴德只好让他待在原地 自己继续搜索 却不知贾墨被不明物体吓得不小心调大了氧气阀 被呛昏了过去 索幸巴德和尚未及时赶到 而几乎是在此同时撞进了不明物体的林赛 感到十分好奇和兴奋 救援队回到深海中心钻台后 林赛和巴德对不明物体的来历争执不下 而尚未却认为这是苏联人的阴谋 于是带人擅自前往失事核潜艇 拆下一枚核弹头秘密运回钻台 海面上的天气越来越恶劣 狂风巨浪把海面上的搜寻者号的起重机刮倒 起重机偏偏砸向了深海之心号 即使最后落在了钻台旁边 但钻台被撞得遍体鳞伤 这场事故让钻台上死伤数人 还得因探索者号的离开而自行修复钻台 林赛潜水到钻台外修补钻台时 随身的电力又一次无故中断 这时不明物体又出现了 而且游走后又来了个透明发亮的物体 还敢伸出触手和林赛抚摸 林赛赶紧在他离开前拍下来 欣喜地带回舱内给大家看 并认为这是某种非人类的智慧生物 随后出现的可任意变换人类形象的蓝色水晶体 更印证了林赛的想法 当时在场的人也都纷纷赞同这一想法 可是上尉却依旧认为这是苏联人的阴谋 命令手下把核弹头拆开 准备用这枚核弹头和他认定的苏联特工队决一死战 林赛知道后立刻去劝阻 却被已处于崩溃边缘的上尉扣押了起来 他独自驾驶装载了核弹头的工程潜艇驶出钻台 巴德和林赛说服了负责看管的上尉后 立即驾驶另一艘工程潜艇拦截上尉 双方在海峡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 最后两方的潜艇都被撞破 上尉连同核弹头一起葬身在无底深渊 而巴德和林赛在生死关头对彼此的信任和不放弃 让感情重新升温 巴德决定自己潜入深渊 冒死找到尚未戴下的核弹头并拆下引信 巴德戴上夜太阳呼吸机 在深海黑暗中一直坠落 在这期间 是林赛的声音让巴德克服了心理和生理上的恐惧 但依然无法避免氧气不足而无法返回的现实 当巴德给妻子送出最后的遗言 准备接受死神的到来时却意外迎来了不明物体 他拉着巴德参观了他们海底的绝美之城 最后重现了巴德给妻子的那段话 早知此行是有去无回 但你知道我不得不来 我爱你老婆 不明物体 好吧 此时该叫深渊深物 被巴德的真情和现身所感动 从而停止了操纵海啸对人类进行毁灭的计划 影片的最后 海底之城带着巴德 深海之心号和前来寻找的探索者号 一起拖出海面 巴德和林赛相拥而稳 最终是爱拯救了人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